一个能做出大事情的人 往往是注重大事 只要不影响你的大前提 你在小事情上一定要做出让步 所以能够成功的人 在小事情上他不斤斤计较的 以减少小事给自己心里带来的压力和烦恼 所以做大事的人 只管一个大事情的走向 而不管很多的烦恼之事 我们人要懂得调节自己的心态 当我们遇到挫折烦恼的时候 应学会迅速转变环境 将精力转移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 所以很多人现在学佛了 在家里刚刚跟先生不开心 一转身他就跑了 马上跑掉了 过去先生一看太太出去了 很紧张 马上打电话到东到西 会不会太太跑到哪里去 现在先生非常的逍遥自在 我的太太太 我的太太又去念经了 她跑不了 所以过去有句话叫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现在只要夫妻都学佛 就算家里很不开心 出门了 你不要紧张 老公不会乱来 他最后还是跑到了观音堂去念经 一会儿想通 他就回来了 所以我们人不要把愤怒和不开心烦恼 藏在自己的心中 这样呢 无疑呢 就像把毒药吃在了自己的心里一样 会让自己难过 反胃 所以我越恨这个人 心里自己越难过 如果能及时的把烦恼告诉菩萨 忏悔 你会服下一剂良药 这就是我昨天说的 一个人如果恨别人 就是把毒药吃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然后想着把别人毒死一样 人要懂得做什么事情 要干干净净 做一个人要懂得稳稳当当 现在很多的人 年轻人你不要看他 他就是不稳不当 所以要有定力 台长讲一个小笑话 有一个年轻人毕业了七年 一直找不到工程 让他来接一个单 总算有一个大工程了 他过去都是接的小订单 有一个大工程呢 是造一根三十米高的烟囱 工程是两个月 给他造价呢 当时的三十万很多 不过呢 叫他先垫付 他呢 没办法把这个工程接下来了 拼命的搞 在年底呢 总算完工了 结果 人家公司去验收 被人家骂得要死 还没有钱拿 他说真倒霉 因为他把图纸看反了 人家是要挖一口井啊 做人要不耻下问 也就是说 做什么事情 要滴下来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 因为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我们虽然懂得很多 我们还是要向别人学习的 大家知道 在东汉末年的时候 华佗是一个名医 当时在知名度在震撼全国 他是杰出的医学家 当时的 那么精通医道 尤其是外科 他曾经呢 发明 最早的时候 他发明了叫 麻佛散 就是用现在话讲 就是麻醉的 让人家不痛的这种 他呢 就用他呢 来破斧开背 切除人家肠胃等大手术 要想到 在那个时候 能够动这种手术 非常不容易 特别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 他还是谦虚好学 所以呢 有一次 华佗给一个年轻人看病 经过了看病 忘文问切之后呢 他认为患者呢 是患了头痛的疯病 可是他又拿不出 治疗的方法 急得束手无策 他非常的失望 也觉得很惭愧 后来这位病人 找到一位老医生 很快呢 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把这年轻人的病治好了 当时呢 华佗听后呢 非常的惭愧 他就拼命的去打听 这个老医生的住址 决心呢 去拜师学艺了 但华佗当时呢 已经是名正四方 谁都知道他 他唯恐这个老中医啊 知道他这么有名 不敢收他 所以呢 他就改名换姓 跑到老中医的门下 恳求学医 老中医呢 一看他这么心诚 就收他为徒 从此 华佗提早贪黑 任劳任怨 还要做工 虚心好学 终于呢 获得了治疗 头痛风病的绝技 当华佗满师归来的时候 这位老中医才明白 眼前的这位徒弟就是明医华佗 他一把拉住华佗的手说 华佗呀 你已经是明阳四海 你为何还要到我这里来受苦呢 华佗把来意告诉了老中医 并说 师父啊 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 学无止境 人各有所长 我不懂的地方 我就要向你学习呀 我们学佛人 在学佛当中 要谦虚谨慎 好好地跟别人学 只要别人有优点 我们就要学 别人有不管什么样的慈悲 我们也要跟他们学 因为多学 你会慢慢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记住了一句话 全不打笑脸人 当你跟别人客客气气 虚心向他学习的时候 他一定对你非常好的 一种和谐的回报 所以我们虚心地向众生学习 吸取众生的智慧 才能不断地拓展 深化完善自己的知识的结构 和学佛的理念 华佗拜师不此下问的故事 就说明了这一点 希望我们学佛人 好好学佛 我们刚刚开始 这也就是芳心慰哀 我们要勇往之前 好好学佛 不懂就问 这样你才能在学佛的路上 一步一步一步让自己走上 无上正等正觉 谢谢 谢谢大家